26号的晚间11点左右 有民众报案表示 在华丁市中山路大邮局对面的 姜姆鸭店后方 疑似有燃烧机像频频传出了浓烟 消防人员获报后 赶紧了现场进行了解 才发现原来起火点是 隔壁一旁的电动机车行 在拉水线灌旧之后 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索性这起意外 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 空气中飘散着浓浓白烟 让在姜姆鸭用餐的民众 下得赶紧报案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 才发现原来是隔壁的 电动机车行起火了 赶紧联络店家开启铁门 只见浓浓白烟不断窜出 屋顶也都被烧个焦黑 消防队员立马拉起水线灌旧 我们大概在10点47分的时候 有收到在中山路邮局对面 这边一个火警状况 那我们到了线的时候 旁边是江湖牙店 那有农烟串出 我们随即布线 但是发现那个烟是从 旁边的机车行开始燃烧 随即我们破门进入之后 发现是电瓶在燃烧 那首先夜间是无人在内 我们大概固了两个水线 在10分钟之内就将火势扑灭 由于起火地点就在花莲一姓旁边 消防局也不敢大意 总共出动了5个分队 17辆消防车 仅销约是10人 火势很快的在10分钟内就被控制住 消防人员随后进入查看 发现起火燃烧的就是电瓶 但让店家感到纳闷的事 离开时电瓶并没有再进行充电 怎么会起火燃烧 而消防局第一大队长朱泽明哲表示 真正的起火原因和踩损人区 进一步调查厘清 锁清这场意外 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记者徐立琴 花莲室报导